請呼皮膚楊錦訊 泡澡釀成大悲劇 有時候看到玉蓬就想 當然讓人來泡澡 起來真的沒多久 她整個腳就大癢 而且癢得長得瘋整塊 然後就因為就要 就是要出現傷頭 最後的地方就是感染 她後來是節肌 蛤 明天晚上八年 請你跟我這樣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有 是不是 她原價要多少 五萬 五萬 妳有事嗎 五萬 五萬 等一下 王思佳 等一下 妳五萬忙什麼 最後還不知道脫下來 我先跟大家講 而且 因為這樣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個應該不是穿來脫下來的那種 是有故事 是有原因的 當時 這話很感人 當時我經過的時候 我想說 咦 還不錯 我就摸了一下 可是這觸感還不賴 我就去試穿了 然後一穿上去就覺得 哇塞 因為我覺得睡眠是對女孩子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妳的睡眠應該是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穿來睡覺 一種是要脫下來的 對 對 對 然後這種 這種是在家穿脫方便 然後又好行動 就比如說半夜要起來尿尿的時候 都不會忍到 進可攻 退可守的內衣 對 就是這樣子 我知道 所以看到周年慶 妳就在家買了嗎 我跟你講今天就是 輕薄短小好攜帶 穿起來超小的 你們難聊天耶 然後 我跟你講故事還沒講完 穿上去就覺得 好舒服喔 然後呢 就想說 我要去結帳 想說一件睡衣 能有多少錢 對啊 出頭給你打到死好不好 我看他頂多八千 而且還有周年慶 想說就沒有在怕的 對 一去結帳就很帥氣 然後在那邊等嘛 卡都已經掏出來 我說欸 她有多少錢 她說喔 五萬打七折 五萬打七折 五萬整個 意思是三萬五 對 但是 三萬五 妳也知道獅子座的嗎 當妳跟蕙姐 在對看的時候 比我想像的原價 多了五倍耶 對 然後呢 就想說跟隊友在對 就在那邊對看 然後就這樣 三萬五 妳這打七折 難得住電競 有這樣的優惠 妳可以到樓上去 這樣蠻合理喔 而且妳穿真的很好看 而且她試穿過了 又跑一個了 然後呢 她就勾起我剛剛穿的 那個觸感 我就想說 三萬多 好像也很合理 合理 再大合理 而且我穿起來 也的確挺好看的 妳就把它埋了 我就埋回家了 其實在這件 如果你每天都睡得很好 然後工作越來越順利 賺的錢更多 就招財的貼布 是不是這樣想 這件衣服穿來 真的很好看 妳們不要這樣 那妳睡得好嗎 對啊 很好 睡到時常忘了 我有穿它 妳穿起來嗎 衣服沒有穿 雖然它是舒適型的 那我們還是請私家幫忙換一下 看五萬塊的睡衣穿在身上 一身的 好不好 妳說現在到嗎 可是妳想像一下 它在家裡頭 是不是有裡面那一件 小可愛喔 喔 真的喔 各位請注意喔 還好 各位 那也要撐得起來 人氣真的懂 欸 它其實可以當哺乳衣嘛 真的 欸 這件真的超美的 請走秀 等一下 其實真的很美啦 老實說 很像維納斯吧 不要講是 睡衣我覺得是OK的 對 真的很美 欸 你哪天 喜宴也穿出來嘛 喜宴穿這個 我覺得當睡衣太浪費了吧 對啊 是不是超好看的 超好看 像我當時一穿上去之後 我就完全就是想把它拖下來 不錯耶 有那種派對 睡衣兩用的功能 它很好看啊 可是 對 然後它這個觸感這樣貼著你 在家裡這樣睡覺 好會穿高跟鞋耶 好 猜 沒有關係 沒有 它在追求 沒有關係 它在追求上床還要這樣拉起來 那種很撩人的感覺 那麼地東 欸 真的很好看 而且那個下床又很性感 只是大家不要學 對 唉唷 周年慶的時候 真的太會打折 真的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夢幻藝品 你平時都會看一看摸一摸 其實不會想把它帶回家 你會覺得會有負擔 可是真的可以趁周年慶 去犒賞自己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這家還不錯是 因為它的東西都是可以現場試穿 買回家它是真的自己有用的到 對 真的有用的到 妳一直覺得它很浪費 妳有好到哪兒去嗎 自己看 我必須跟大家說 怎樣看什麼 怎樣看什麼 妳的毛巾啊 等一下 包巾 妳知道 因為像是因為我爸爸 結果我們家裡小時候沒有 妳就是去參加公祭對不對 真的嗎 不是 我不要亂講 沒有 我跟你說 這個素系說暗沉的喔 沒有亮一點 這適合全家人 因為我必須跟大家說 我小時候覺得家裡過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爸爸都是買那種 我媽都是買那種 菜市場10塊錢的給我爸爸用 都用到破掉 所以我就會覺得 現在女兒有能力了 我就必須要買 我們來猜 好一點喔 妳知道價格嗎 知道 我們來猜一下這個毛巾 這個多少錢 摸摸看它的質感 大概1.5 妳還會猜嗎 沒有 這種毛巾啊 這種跟我家的一樣很像 我跟你說我在毛巾上 我願意花 喔 瑞士的 我這一組還是一千一件 因為中年輕可能會一組一組 等一下 原價 先猜原價 現在原價 原價 好 妳要三千五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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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 五千還高 六千 八千 八千 等一下 王思佳 最怕妳不要參與任何一千 妳的睡一五萬 三萬五萬 我想把臉蓋起來 等一下 我不是 等一下 我不是 我不是 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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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剛剛沒有聽到 等一下 七千 我要跟她說 我一千 我這天啊 我覺得還好 我跟妳說 冬天很冷的時候 妳去洗完澡的時候 一開那個浴簾 就去 好冷怎麼辦 好冷怎麼辦 趕快擦開妳的衣服啊 對啊 中年輕有多划算 我告訴妳 大家待會兒一定會瘋狂拍手 因為她原本一個 一條就要七千塊 祝妳的錯誌週 她瘋狂拍手 然後她現在三個七千 八千 先鼓勵一下 五千 等一下 妳是三個大的浴巾七千 還是加這個 沒有 有大中小 大中小 那不一樣嗎 不一樣 怎麼可以這樣子 會冷 趕快衣服 那個水擦一下 趕快穿衣服 我以為是三條大的七千 對啊 大中小七千 只是買大中中跟小 可是我跟妳說 這十塊也差什麼 這個我買過 這個我買過 這個如果五百塊一條 就很厲害 很不得了 不是 五百塊很不得了 你一洗完澡 你一看那個浴簾 你一看那個浴簾 你可以上去看浴簾之後 然後這邊呢 然後再擦頭髮 可以這樣一邊擦頭髮 然後那個是負責擦臉的 你這樣再花下去過三年 你那一些房子一定會不會 那一些房子會變成一間 好 那有另外一個比較超值 就是你知道我把一整年的製妝費呢 都花在這邊 因為大家知道小姿女孩 一定要就是懂得 為自己 你知道我這些東西不是亂買 比如說那種 妳懂嗎 什麼發酵的東西 七千妳有懂嗎 妳有懂喔 很實用啊 全家人都可以 全家人都可以 全家人都可以穿 如果說是我一條差五個人 一天也等的話 那我覺得七千是吧 可以 但如果差五個人 整條毛巾會一直濕濕的 他可以用 他可以用很 吸水力很好 但我這個就比較聰明了 因為他這一個呢 你知道就是我們 比如說像藝人買衣服算是投資 像我就很懂得投資 你知道這個東西 它是原價兩萬塊 可是問題是 各位 周年輕的時候打八折 這是超寶 打什麼了 我一定有講 我個人真的覺得啊 我一定有講 一一佩佩真的是現在業界 自嗨女王的第一名 我從來還沒有看過就是 他把問題給人家 我必到周年輕也會打八折 我跟你講 我必須說啦 我必須還是要平心而論 因為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確實在周年輕期間 很多 比如說學生 就是那種 自己有去打工的學生 或者是一些上班族 還真的就是等周年輕 買這一家的皮衣 對 因為這一家皮衣 雖然跟一般我們認知的那種 大品牌皮衣不太一樣 是因為它的版型很好 它的版型修飾身型特別好 好啦 不要說我愛花錢 我來介紹一些評價的東西好了 那就是大家都會想說 你看什麼什麼幾萬塊幾萬塊 好 這比較評價一點 它是大家都沒有看過的問題 它是手機殼 因為它這個是 原本是日本的品牌 它是這個月才來台灣的 所以它變得很誇張 我就可以買得到 什麼 記名團大爆料 周年輕搶購有沒有招 我是集中火力在家電類 母親節我也去看 也是一萬兩千八變九千九 也是兩萬九千八變一萬九千八 對 八八節我也去看 一萬兩千八變九千九 兩萬九千八變一萬九千八 一萬九千八 到了周年輕 我再去看 一萬兩千八變九千九 兩萬九千八變一萬九千八 有一些比較上到的櫃姐 它會幫你把 配錢出來嗎 對 對 對